發展者的話呢 最好的一個工具 目前用最多的工具叫GreaseMonkey 那GreaseMonkey的話是 同樣他也是Firefox上面 我們建議大家都是用Firefox 用IE的話是比較這個 因為IE有很多這個他自己的限制 如果用Firefox的話 GreaseMonkey是一個 在 對尤其是JavaSquad 沒有辦法連的 那這個網站 都連不上去 那沒有關係 GreaseMonkey是一個 是一個 你可以看到 我們剛剛看到的是HP Header GreaseMonkey是你可以看到 因為我們現在的網頁程式有很多是在Client端執行的JavaSquad 那JavaSquad程式他可以做很多事情 JavaSquad還有CSS 就是 或者他做的頁面的效果 這些事情 那這些事情 有的時候 你想要 測 你要看看別人的程式 對 看看別人的網頁怎麼修改 或是你想要把 你自己這個瀏覽器上面 要看到跟別人不一樣的 那GreaseMonkey是一個 他中文翻成什麼 油猴 對不對 Grease是油的 油脂 很黏的那個油 Monkey猴脂 GreaseMonkey 那 你可以在你的Client端去做 很多的修改 然後看到這個 各種不同的這個 效果 那這個 GreaseMonkey是很好的一個 那下面這個 reference 這個Dive into GreaseMonkey的 這個 是一本 電子書 告訴GreaseMonkey 它可以發展出很多很多的這個 衍生的效果效能 大家可以去從這邊來看 所以 這個是幾個工具 大家可以參考的 原來的規劃是 談兩個小時 然後 討論一個小時 現在 顯然是沒有辦法 這個那麼多時間討論 不過還是 稍微討論一下 因為今天我想 第一次的時間掌握比較 而且比較不好 然後前面還有 有一些我覺得更重要的事情 就原則上的事情應該讓 這邊參與的同學有一個了解 所以 花時間比較多一點 我想下次開始我們要多一點時間討論 那下一次 我們主要要談的東西 我想是以 SML為主 SML跟這個 這張圖是有很多東西可以看過的 SML跟 跟一些我們新的應用 像用RSS Reader 跟Atom 這些部分的 為主 有很多同學是修過 Web2.0 或Web星星科系的課 這東西是已經比較 清楚了 那比較清楚的時候 那你可以 更進一步的往前走 那或者是說 你可以SKIP掉 某些次不參加 也沒有 也沒有什麼 問題 那我想我今天 我要談的 大概到這邊 那接下來我想 還有一點點